在古代,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,被要求无条件的遵守三从四德,所以古代的女子一般会认为是老公亲一些,但这也要因人而异,今天小编就和你说说发生在古代的一个事情。 在中国的西州时期,郑国有一位权臣,叫做寨忠,他的权力很大,甚至大到可以费力大王,所以为了后患无忧,郑立公决定除去寨忠,在公元前697年,郑立公便找到了一位忠于自己的大臣,雍九,同时也是寨忠的女婿,当时郑立公就交给了雍九一个任务,那便是刺杀在忠,与此同时,郑立公还对雍九说,倘若爱亲替寡人除掉寨忠, 债中之位以后就交由爱亲来做,经过一番的思考后,雍九决定接下这个棘手的任务,为了成功地将债中处死,雍九首先以请客吃饭为由,想骗岳父到郊外来,并在此过程中派人刺杀,可是就在计划安排的时候,却被雍九的老婆拥击所察觉了,一边是自己深爱的老公,另一边却是自己父亲,他到底要选择谁呢? 为此,他还特意地到母亲那里问,母亲,您说说,对于一位女人,到底是爸爸更亲一些,还是老公更亲呢? 此时,其母亲回答道,人尽夫也,父一而已,其意思,就是在这天下,很多人都可以成为你的丈夫,可父亲却只有一位。 听到母亲的一席之话后,雍九如释重负,为此,他决定将自己的一些疑虑告诉了父亲,债中,知道一些端债的债中,自然对雍九有所警惕,在之后的调查后,才发现了他们的阴谋,为此,债中干脆先下手为强,直接将自己的这位女婿给杀死了,最后,雍九也是落得一个服饰荒野的下场,而雍九也被后世之人称为孝女。